同志老教 特区老九队本节目的标准美国书 你还可以登录下腾讯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 2013年6月22日 中国孟之声进入42强终极对战 而就在此时 另一位孟之声学员吉利 却正和妈妈闹着矛盾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要是给我打扮成登一军 你好好评价要干啥呢 就是打扮成登一军 我指定就不论意见了 你是评委 我的评委 他必须得按到我的意思呀 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 他总不能把我就变成另一个人 那你现在不知道 这嘎是中国孟之声不你家 这嘎是我说的算不你说的算 知道不 就你那么嘚瑟我告诉你 我最不喜欢嘚瑟人 吉利 吉林艺术大学大一学生 身为家里最小的女儿 吉利在母亲的百般呵护下长大 然而 由于频繁外出参加演出 吉利已经被学校严重警告 母亲劝她立刻回校承认错误 而吉利却认为 哪怕不上学也能找到出路 这对母女的矛盾 能在东方直播室得到解决吗 姑娘还是挺乖的 但是呢她今天是有新事来的 这个唱歌唱完了 她回到家里啊 就是跟妈妈闹得不愉快了 出什么事了 学校那边就出了一点状况 走 然后我这个人吧 我她就是大了咧咧的 然后就性格比较 就是不会顾事的那种 这回来录节目 没有提前跟老师说 然后老师就有点生气 老师不高兴 我就是特别粗心的一个人 我在飞机场来等飞机的时候 然后老师给我打了电话 说你脚考怎么不来啊 你如果上飞机 你如果走掉的话 你就不用回来了 就这个意思 我就是那个在机场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说是他逛了课 没有请假 要处分他 我听了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当时很着急 我说你赶紧回去 你不请假你就跑啥了吗 他我说你现在赶紧回去 他说我现在回不去吗 我已经上飞机了 我一听这个 我一着急不是 我说是那咋办 我就赶紧跑的来了 我随后就赶紧来了 来了以后 我说是还是回家上学吧 你把学给没了咋办呀 学费有多少钱 他的一年 一年学费一万二 还有其他的费用吧 住宿呀 还有课本呀 教学那些费用 连他这个伙食费这些下来 一年得两万多吧 两万多 您本人一年大概收入了多少 我把我们的退休金 一千六百块钱了 等于说他上学所有钱 要靠你一年的 所有的全年收入 不吃不喝 就供他上大学 对 因为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 供他上这个学呢 我之前呢 有个儿子 就那时候比较困难 因为五千块钱 这个孩子就没上学 没上成学 这一没上成学了 到后来我到现在呢 留下一生的愧疚 我就觉得剩下这个姑娘吧 我就是 在在咋地 你不要管家里头 困难不困难 你管你上你的学 我说你考上 考上考不上 是你的事情 供不供 是我的事情 我说你只管好上 妈妈有的是钱 你放心 我说句实话就是 因为我们家情况 你一直在说实话 对 一直是实话 就是现在我们家情况 特别糟糕 怎么了 你这样 大一下学期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妈背着我去 外面借钱跟我上学 我之前一直 我都不知道 为了让女儿 安心学习 吉利的母亲 瞒着女儿 借款三万多元学费 今年六十岁的她 退休后 仍然四处打工 因为长期劳累 她动过两次大手术 至今仍未痊愈 吉利的学费 为何会那么贵 她的家境 能否负担得起呢 我这上艺术学院的 这个学费不低 就所以说 我就去那边 我就是 对不起 我一说到我妈 我心里面是真 你父亲跟母亲 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父母 其实都是特别普通的 一些就是工人 我妈的话 她年龄大嘛 她已经就是退休了 就内退了 对 然后爸爸就没有了 我现在就是单亲家庭了 你没有这父亲了 我就是单亲家庭 父亲 就去世了 病故了 我妈因为家里的事情 她 她特别辛苦 她五十多岁 都快六十岁 也还在 在外面 就是打工 我真的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特别难受 就包括我的 电吉他 因为我是真的 热爱这个东西 就包括 买琴的时候 我妈 跟我说一句话 都是 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买 你跟我说 我给你买 家里面有钱 你好好地在那边学习 好好学专业 然后 后来我才知道 她是借着别人的钱 我 然后家里面 现在情况特别不好 就 我下个学期的学费 我都不知道 从哪里来 孩子说 经济的情况 你从来没跟她说过 她说她刚刚知道 你管邻居去借钱去了 没有说过 我就是害怕 她担心家里头 她其实你看见 她外表好像是挺坚强 实际上 她内心挺脆弱的 她知道家里的这个情况 之前呢 我因为下岗 98年就下岗了 下岗以后了 我就一直在外面打工 一个人呢 做的50 将近50个人的饭 给人家 挣着 挣着400块钱 将近50个人的饭 做了这么二年 完了这个手呢 就 就有点变形了 到现在了 麻木的两只手 都抓不住东西 真的看上去手是肿的 这变形了 杀也抓不住 杀也抓不住 完了她就想起这个来了 她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完了 今天听到你妈说这番话 不是我妈这个人特别过分 我觉得 你认为她还是过分 她不把家里情况告诉我 我在外面 我 我 我现在都为我自己 以前 就做那些事情 我都觉得我 我特别不是人 你知道吗 你做什么事呢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吉利如此自责呢 原来 在吉利出入大学时 对家庭困难的经济情况 毫不知情的她 曾经再三写信 要求母亲提供两万元 用来购买新月季 面对女儿的请求 母亲会答应吗 我这个从小吧 因为这个老了以后 有了这么个姑娘吧 因为有儿子之前 那个愧疚 所以说我就对她 特别有点那个 溺爱了吧 不想让她受一点委屈 她上学的时候呢 两万块钱先打发了她了 中途上了几个月了 她就说 她妈妈我进入乐队了 我挺高兴的 我说这不容易吧 孩子总是 后来她越过了几天 她说让我给她换乐器 那个乐器出不来声音效果 她说老师让她换乐器了 我说那就慢点买呗 你刚拿走两万块钱 你说家里头没这么能力 过来她又来说是 因为没有这个乐器 老师就让她退出乐队了 她就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当时她说妈妈 我不在乐队了 老师让我出来 我那个乐器出不来效果 我说是 你看 她就是孩子挺努力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乐器的问题 我说那需要多少钱呢 需要两万多块钱 我就 哎呀 当时很难了 后头 哎呀 没办法了 我就 想想 我说那 那你是没有乐器 那就是她吃饭的 工具嘛 那没有能力 我就想办法 找朋友借吧 原来是 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给她把这个钱寄过去了 因为上次 上学的时候 我说妈妈 你帮我把那个 我的效果器 帮我优到学校来 然后我打开效果器之后 看见里面有一封信 我读完以后 桌在地上 我就一直在哭 我才知道我就 我才知道家里面 原来是这样 我妈给五十多个人做饭 她就 她告诉我 她说她不累 她就 只是给那个 给几个人 做一顿中午饭 我啥都 我什么都 我都不知道 然后后来我知道 我觉得 我 没有办法 就 再伸手 向家里要钱了 然后我在学校的时候 经常 就是 比如说 因为我学电吉他专业嘛 然后我就会教小朋友 去学吉他 三十块钱一个小时 我去教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一节课 我每次都抢着去 我明白了 我明白她为什么 敲那么多课 我们确实想问问 像这个 像极力这个家庭 他们适合在艺术学院 去读艺术 因为我自己也是 学艺术乐园校的嘛 我清楚地记得 在我入学的第一天 我们校长 就统一对全校同学讲话 他说你们要在这个学校 继续走下去 不可或缺的几点 其中一点就是 至少你的家庭 拿得出十万左右的钱 因为艺术乐园校 四年下来确实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但极力已经进入这个学校了 我相信母亲之前 对于学校的状况 并不是没有了解 只能说是有 只能说是有更重的负担 对吗 你也愿意去承担 没有了解的不是太多 当时候是这么想的 我也知道学艺术 反正是费钱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个难 当时候我就想 我说别人说是 你没钱咋的 还上艺术学院了 我说咋了呢 艺术是给有钱人的转利 这句话问得好 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我说咋了 艺术难道就是有钱人的转利 我们穷的孩子就别学艺术 那我就要学了嘛 我孩子就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了 你问题问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障碍 因为我当时在读上海艺术学院 我说是你上海艺术学院 富小富大 我基本上可以认定 我是我们班最穷的一个学生 我当时我的裤子 都是妈妈帮我用材料做的 缝起来的 然后一上操场 一动一下就裂开一条缝 我只有两条长裤 所以我充分知道 学习的辛苦 但现在问题是 吉利 你是否也认为 学院如果真的把你给出名了 倒恰恰碎了你的院 我也没看出来 你对这个学习有多么热衷 我是 我特别热衷的其实 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 就是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练琴上 除了练琴的话 我就没有心思去 学其他的 我这一点不是很同意 从人生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 因为很简单 就是你做人太急了 你在很着急的 我要去做这个做那个 结果你身边所有人都被你受到伤害 你自己根本一点都不知道 你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 受了很大的伤害 她没有表达出来 为什么 她最想要的 是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下去 至少你混一个大学文凭出来 但是你没有 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求学 我不一定非要在学校 不行 你都赶紧回去上学 这一点你非得做了这一点 你要不上学我检举反对 检举不让你 我给你 你咋能这么想呢 不肩假就是错误的 还能不参加考试 气死我了你真是 这没办法说 这是从小惯的他 我就惯他 我就觉得有这么个小红娘 可惯他了 我们这样 观众出个主意 像吉利该不该回教学上学 保住学籍重要 还是现在进入社会 来进行养家活保更重要 吉利你好 我是今天来看节目的 我想说啥 就是说你现在不念书的话 我觉得你肯定 将来走上社会的话会后悔 因为我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也是念到一半 就是说家里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自己就是中途放弃了 然后就特别后悔 所以我劝你还是会需要念书比较好 既然妈妈也来了 吉利也来了 咱们听听学校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联系一下吉利艺术学院 流行音乐学院的刘叔姐 来我们把她电话给拨通看看 是否学院已经做出最后决定 也就是开除吉利的学籍 这一通决定吉利命运的关键电话 是否能够接通呢 学校方面会给吉利改过的机会吗 学校今天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证实答复 我知道吉利现在其实内心肯定很紧张 我不想让我妈再出去借钱了 所以你想 借了的钱总要还的 我妈现在没有能力还 我来还 那你想做什么 我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能力 我现在 说到底还是一个幼稚的小孩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我觉得我在外面也可以学到东西的 懒惰啊你 你还说这话呢 你气死我了你 咱们能放弃学业了 你有什么本事了 你还没学好了你就出来挣钱了 那咱们也得 咱们也听听这孩子的想法 我相信他今天来到这个演播室 一定他经过内心的斗争 因为在机场他已经接到学校的电话了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到这个电话了 他一定做了他真正自己的决定 吉利在你做决定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人也要跟你说两句话来 其实吉妈妈我想跟你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想现实一点的话 像吉利他读这种艺术的学校 其实最后的出路还是想说 可以签唱片公司 然后有发展的 现在既然都说出名要趁早嘛 既然现在这么早就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让他现在就抓住这个机会呢 如果在他回去毕业 然后过了几年 其实到时候都不一定怎么样的 而且现在多少本科毕业生 研究生毕业的 其实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觉得吧 总是有个在学校多学点东西 或者是拿个文凭吧 咱总是觉得放心嘛 怎么工了半天 上学上的半途而废了 你真是 吉利告诉你妈妈最后的决定 你的决定 你听了这么多意见 三位老师也给你提了 他们的建议 你得回去上学 妈妈肯定是坚持这个态度 砸锅卖铁 就供了你那么一大学生 你不懂你把全家人的 这个愿望都伤害了 是我妈在乎的就是那一张文凭 在乎的就是 我上过大学 我是大学生 她在乎这个 但是我 我觉得那个吉利啊 我跟你讲 这个文凭啊 还是有用的 当你不从事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起码是大学毕业生 我是说啊 这个是不是说 这个文凭 现在这个社会就不用文凭了 我觉得是有用 而且你的文化知识的一个完成 还是有一个阶段的 你刚才说的话是错的 你妈在乎的不是文凭 你妈在乎的是 她曾经的付出是不是白费了 但是到我 我以后也可以证明给她看 她付出没有白费 这个白费不是你挣多少钱 而是你有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我完成 她付出的 她所有的付出不是要交换一个 我以后可以挣很多钱 她所有的付出是希望你能够完成一个学业 你懂这个是吗 就你没有去实现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们家没有能力供我上大学的 家里欠的三四万块钱 我需要去还的 你看她现在六十多岁 她根本没有能力去挣钱了 我哥哥结婚了 他有自己老婆孩子要养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 自从我爸爸走后 家里只剩下我了 我现在十九岁 我成人了 我应该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总不能让我妈最后把房子卖了 把什么卖了 她在大街上睡 还在供着我上学 我心甘情愿 我就发誓了 你心甘情愿 我心甘不情愿 我愿意看着自己的妈妈这样吗 五十多岁 做着五十多人的饭 我心里什么感受 你没有体谅过呀 你还都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 我理解这个 我理解 我知道他 知道我心甘情愿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愿望呢 就是说你 毕竟呢 知识很浅 对不对 我不管是想让你唱歌 想让你弹琴 我还想让你做曲 我还想让你再往高走 对不对了 那我问您啊 这几件事 如果今天 学校最终给我的结果 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结果 如果鉴于几年以前 在学校的这些 包括旷课 或者是考试没考 他就决定了 必须要拿吉利 做一个示范 今天学校如果晚上给我们打电话 告诉我们 吉利已经被除名了 当妈的 您会怎么办呢 那我咋办 我现在很着急 我可想一下子把他打回去了 你说是 如果已经被除名了怎么办呢 那我就 校长和书记 你就挽留一下孩子吧 我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打着老师的面 组织里面 我就给您跪下了 让我去求求你 老师都要找 让我们孩子回去吧 打着妈妈 不能说是孩子 不能说是 不能说是孩子一犯错误 就把孩子拒之门外吧 接着打电话 要让孩子回家 接着打电话 把他这电话一定要打通 如果今天那个电话 没有一个最后确定 孩子也不是犯了什么 不可救药的事情了 你说是 我们接着把这个电话给打通 打院办的电话 直接给院办办公室打电话 一定要找的人 跟院南跟书记说一下 这就是现实情况 这就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再次连线 现场能否顺利接通 吉利的校领导 面对吉利和母亲的申请恳求 他们又是否会坚持 开出吉利的决定呢 喂 你好 您是刘书记 对 你好 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洛欣 我们今天正在做一个节目 我们请来您这个学院的学生吉利 吉利跟他的妈妈现在都在我们这 我们因为知道 在他来上海之前 院方已经做出一个决定 说要准备给吉利除名 我现在想问您一下 您知道他的事情让他自己回学院来解决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目前这个决定是不是已经铁板定定了 不能再改变了 按照学习官的规定那是一定的 肯定是 那如果他做出什么行为来 可以让学校不至于把他给出名呢 这个事情你这样吧 让学生回来面对学校 要跟院领导见个面是吧 这个事情呢 我感觉应该他自己亲自来解决 好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刘书记 还有缓冲余地 还有缓冲 至少刘书记的回答 我们听出来刘书记不高兴 刘书记很不高兴 吉利 怎么办 小方表示 只要吉利愿意向学校承认错误 事情仍有回旋余地 绝处逢生的一家人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 生性倔强的吉利 是否愿意返回学校认错呢